2011年 也就是10年前 物联网首次纳入国家发展五年规划 并且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2017年后 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物联网产业迅速发展 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后 人均消费支出增长 人们开始更追求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 对产品品质和新兴科技的需求 与日激增 2019年 华为在AW展会 首次提出了全场景智慧生活战略 随后又推出了 Hilink L.O.T.全无智能理念 发布了All-in-One的方案 直至今年三月份 发布了全无智能产品计划 前不久 华为全无智能场景 首次对外开放 本期视频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华为这套全无智能纪念方案 都能为我们解决哪些问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HK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一套全套的智能家 基于整体的体验到底如何 然后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大门口 这整个场景处于一个离家模式 我现在比如说我要回家了 然后我点一下 这里的回家按键 然后这个门就会缓慢的打开 然后现在整个灯光就被点亮了 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这个大场景中的一些小的体验的地方 来看一看这些智能家居配合起来 会打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然后这套智能家居的操控 大概是有三种方法 一个是通过 无论是你的平板也好 手机也好 都可以去操控整个的智能家居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你可以用语音的方式 来去操控这个场景下不同区域的小翼 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很多场景通过语音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以为可以给大家演示到的 就是放在墙壁上的那些很直观的按键 比如说你走到哪个地方 你想要哪个场景 你直接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这面 这面就是一个家居环境下 非常典型的一个餐桌 一个用餐的场景 这个场景可以说是很多家庭互相交流 或者说比较亲密的这么一个地方了 然后比如说现在我想和我的家人来用餐 我就可以在这个设定好的模式中 找到这个用餐模式 然后我点体验场景的话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整个喧闹的音乐就没有了 然后音乐的这个分贝会降低一点 餐桌这部分就被打上了一个 相对温馨的这么一个暖光 因为暖光是相对能促进食欲的嘛 并且窗帘会被拉开 去营造一个相对温馨的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现在毕竟音乐换成了一些爵士乐 这个是正常的用餐 然后你还可以去体验一下 比如说和你的恋人一些烛光晚餐 它的灯光会比刚才更暗一些 然后它的照料面镜会更小 会营造出一种更浪漫的氛围 当然这些不同场景的参数细节音乐 这些都是可以根据这个人的喜好 去自己设定的 接下来我们餐桌这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换一下另一个场景 就是在客厅这个场景 然后我们把视角往那边移 现在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家 我回到家了 然后我周六周天 我忙了一周很累 然后我想看个电影 我就点一下观影体验这个场景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这个墙壁是没有电视显示的 现在就会把这个墙壁打开 然后中间有个智慧屏就会展示出来 然后打开这个场景以后 整个环境也会变暗 它的窗帘会拉开来 给你一个更好的观影体验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 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椅子 这个椅子它本身有一个传感器 如果我坐上去的话 逻辑上来说这个电视会碰向我 以后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家的沙发 或者是不同的会客的椅子 都可以放上同样的传感器 如果这个电视检测到 比如说这个椅子上有人在坐着 那只有一个人在坐着 那这个电视就会自动调整角度 然后把这个电视的角度 更偏向于这个人 会让它的观影体验更好 那如果这个整个它检测到 很多个位置 所有人坐着 那这个电视就会保持一个 CV居中的一个状态 保证大部分人的观看体验 做一下试试 然后比如说现在我们结束了这个观影 我们想体验下一个场景 比如说这个下 然后点一下这个田场景 整个客厅的环境又会变化 窗帘会被打开 然后它会展示这个夏天的感觉 整个灯光会变得更加明亮 放一些更加舒缓的 然后更加有活力的音乐 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场景 是根据用户的调整和需求 去满足你不同时刻 不同时段的这个想法 像整个场景显而易见的 大家能看到有一些 华为的Sound App和华为的智慧屏 但其实整个场景的搭建里面 是有300多个智能设备 去相互配合的 所有的灯光都是联动的 并且能够单独控制的 然后可以去根据你的需求 去调整它的色温啊 然后亮度啊 包括什么时候亮啊 什么时候熄灭啊 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现在参观完了 整个客厅和餐厅那边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卧室 这个相对私密的空间里 到底会有什么场景设置 然后这个门呢 华为设置的是自动的 所以你直接往这里走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进来 跟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来看这里 这整个就是一个卧室 搭建了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这边是休息的沙发 这边是床 然后这边有一个 因为是这样 很多房地产商 他们有一个地下 或者半地下的地方嘛 华为这个实验室呢 它就是在地下 所以呢 他们也做了一个地下的一个投影 就是能让住户 就是心情更愉悦的 这么一个方式吧 这个场景下 有这么几个特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睡眠模式 因为卧室的话 毫无疑问 很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休息 然后大家看这里 它几个控制方法呢 一个是之前给大家说到的拿iPad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语音控制 包括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给一个特写 就是这个部分 它会有很多的按键 能直接操控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睡觉了 点上这个睡眠 现在整个环境就变暗了 然后并且开始播放一些白噪音 然后它的窗帘会慢慢拉上 然后一些亮的灯会慢慢的熄灭 最后只留下脚下这一盏灯 脚下的那一条灯呢 过一段时间也会熄灭 所以就会给住户带来一个相对放松的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睡眠模式的这么一个展示 然后它会放一些舒缓的音乐 把窗帘关上 把主灯都关上 当然这个舒缓的音乐 是可以根据你自己设定的 比如说你想听白噪音啊 或者小孩你可以给他放故事啊 然后呢这是一个场景 就是卧室环境下最典型的一个场景 就是睡眠 比如说第二天早上你起床了 也有一个场景 就是起床的场景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除了刚才给大家演示的 那个拿按键或者iPad操控的一个方式 还有拿语音同样可以控制 小一小一早上好 早上好 现在灯光又开始亮起了 然后刚才这个灯光呢 就是大家睡眠模式下呢 这底下这一条灯光啊 理想状态下是 它需要保护我们 比如说夜间起来上厕所的 夜间安全 但是同时呢 我们又不想照亮 或者打扰我们的家人睡觉 这个时候呢 这个灯光就会相对温和的 只照亮到你的脚边 还有一点比较好的 就是这个灯泡啊 会根据你的时间 去预判一个用户的行为 比如说你半夜两点 传感器检测到有人在活动 那这个时候呢 系统就会自动判断 这个用户是想干什么 半夜两点突然起床 大概率是要去洗手间的 这个灯光就会指照亮 和引导去洗手间的路 而不会去没有原油的去打开 其他地方的灯 造成浪费和打扰家人睡眠 那卧室这方面主要就是 这里窗帘啊 灯光的一些配合 和这个床本身的这个 阳气和平躺的状态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智能夹接 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这个洗手间这个场景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洗手间 现在灯光是关闭的 并且它的这个玻璃 是一个半透明的状态 但如果我要去淋浴啊 或者去用洗手间 我肯定是希望它的隐私性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现在一靠近 这个门已经打开了 然后我现在进去 大家可以看一眼 我进去几秒钟以后呢 半透明的玻璃 马上就变成全雾化的 我如果站在这里 大家刚才能看到 我现在就完全看不到了 对吧 并且这里的灯也会自动点亮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华为把这个洗手间设计的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它放了多个传感器 它不是说你一进来 就马上把所有的灯光都点亮 它会分区 现在淋浴间的灯光 就是没有全亮的 那如果我站过去的话 淋浴间的光也会被点亮 所以这个洗手间比较好的 做到了一个密闭性和隐私性的 这么一个自动的切换 今天是我比较喜欢的 转了一圈下来 相信大家已经对华为全无智能场景 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纵观现在的智能家具市场 不难发现 以往的所谓的全无智能 大多都停留在单频智能化 单频组合智能套装 以及单系统智能化的阶段 并非真正从全无的角度出发 而华为认为 真正的全无智能 不仅仅需要一套系统级的解决方案 更需要的是可以批量生产 能够适配千家万户的系统 及产品 这次我们体验的华为全无智能 也是目前 华为对于用户关于未来家畅想 给出的一套系统级 亦适配的解决方案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华为做到了让上百个智能终端 在同一状态下稳定连接 相互配合 不过现阶段 整体的体验依旧是人预设一个场景 再给出一个指令 最后设备再做出反馈 这其实是目前所有智能家居的弊端 由于传感器的限制 你很难精准的检测到用户所期望的场景 如果想要精准判断用户所需的场景 所需的传感器 一方面可能会太多 另一方面可能会触及非常敏感的用户隐私 在这套全无智能的系统中 由于有更多种类和更多数量的智能设备参与进来 也就需要技术上更加精密的设计和布控 最终落实到体验上 我们可以感知到华为所搭建的全无智能 依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那华为这套智能家居方案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我觉得华为与其说是在做全套的智能家居 不如说华为是在打造一个住房生态 与大部分领域内的同行不同 华为不仅仅是卖给C段产品 华为其实是想和B段联手 直接从交房那一刻开始 就把智能家居的股价打进去 比如很多智能灯泡 多设备连接和控制的终端 如果想要在未来做到上百个智能设备互相配合的场景 用户通过日后自己组件是非常麻烦的 门槛高而且不稳定 华为采用了PLC加全无WiFi的解决方案 短时间内很可能看不出来明显优势 不过这个思路却是能够明显的降低 用户使用智能家居的门槛 不仅要让多设备的配合更加稳定 还要随着实际使用情况 不断进行场景更新 这样看来我还是非常期待 华为打造的全无智能家居生态的 不知道大家心中对于你的未来家 有什么期待呢 华为是否能够真正让全无智能走进千家万户 表面拭目以待吧 OK本期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我做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投币转发 如果可以的话 今天要关注 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我是HI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各位好运 拜拜